来 来 我跟你说点事啊 你拉我干嘛呀 你听说没 那女孩特败家 就是 据说她前男友多年积蓄 都被她花光了 那算了 那我再看看 那算了 大姐 你过来 我跟你说 你是谁啊 你拉我 女孩可快一点 人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定紧了 收到 好 距离继承权宣布 还以三个小时 害你的父王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事业也要卸菜了 我还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白富美 找不到男朋友 就要回去继承家族几个亿的产业 真的惨哪 你就别挖苦我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 好呀 唐阿姨 你 请啊 真是女大师八辩啊 阿姨早就说过 你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 那当然了 唐阿姨 这是我的闺蜜小夕 唐阿姨好 你好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唐阿姨 你今天来这儿 是不是帮自己孩子找对象的呀 是啊 我儿子打小就和简安认识 普通普通 这个普通 简安啊 单身呢 那个唐阿姨我就先走了啊 你们聊 简安 你好好陪唐阿姨聊聊 拜拜 谢谢 你 真是岁月催人哪 传言你和薄言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 关系是很好的吧 那个小的时候 陆薄言对我的确是挺好的 听说你大学毕业去外地工作了 阿姨都见不着你了 一块吃个饭 咱们俩来聊天 走 我还有那个 我 哎呦 妈 薄言 简安 你看谁来了 突然说薄言了 还弄谁呀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欢迎 热烈欢迎 我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瘦的一点 脱你的服务 就没有人愿意跟苏简安同学做同桌吗 老师 我愿意 嗯 好 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儿 同学们下课 等一下 以后 苏简安 就是我同桌了 你们谁也不准你再欺负他 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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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呢 你不说我我去了 你不说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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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 坐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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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来 简安 坐下来吃饭啊 简安啊 薄言呢 这些年一直在做投资 发展得还算不错 而且也一直单身 简安啊 呃 你觉得我们家薄言怎么样啊 挺好的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吧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而且啊 也都老大不小了 是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去接个电话 哦 好 好 去吧 哈哈 薄言 妈跟你说 这个简安确实不错 幸亏你今天让我去相亲角 不比你惦记的那个女明星强多了 妈 你不是说不会反对我跟女明星的事吗 呃 呃 这不没有对比吗 嗯 我去看看简安在干什么 去吧 哎哎哎哎站住 记得保持微笑 嗯 哎哎哎对对对 就这样 就这样 去吧去吧 爸 这时间也太短了 您再多给我几天时间 不行 还有最后十分钟 协议生效 你呀 就给我乖乖地 继承我的股份吧 赶紧回来 爸 那可是你逼我的 你又想跟我玩了一下初总是不是 告诉你啊 我这次门都没有 爸 哪有拿自己亲生闺女的终身大事来做威胁的 再说了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喂 爸 怎么办 只有十分钟了 我去哪儿找男朋友啊 就这么不想做内衣女王吗 我还以为你被人叫了这么多年 习惯了 陆薄言 你不是一直都想看我笑话吗 你现在看到了 开心了 满意了吗 我娶你 我娶你 你们刚刚聊什么呢 我看你们不如走 妈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后悔还来 继续 来来来 微笑 微笑一下啊 三二一 这个照片怎么这么难看